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就是YouTube它这家公司 它要求的一个全版萤幕的输出品质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打开IE之后 或是打开其他浏览器 然后呢 我们就去搜寻 搜寻 比如说YouTube 它的一个全萤幕 它的一个规范 就是说如何制作全萤幕的影片 那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YouTube的说明 然后全萤幕的模式 它这边就会告诉你说如何制作全萤幕 我刚刚是到 我刚刚是在这一个画面 就是YouTube的说明 其实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就可以找到这个YouTube的说明 然后接下来针对YouTube的说明 我们可以去找它的解析度 它里面就会有很清楚的讲解 好 嗯 例如说上传影片适用的编码建议设定 上传影片就是我把我制作影片上传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像它声音 声音的部分 它接受的是AAC 这个是立体声 然后还有像影片转码器 它所接受的是H.264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关切的就是 它有几种不同的解析度 例如说它今天我们一般上传的是这一种 是这一种就是720dpi 所以720不是指它的宽度是指它的高度 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我们在做影片输出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去看看到说我举一个例子 YouTube这边 任何一部影片它在播放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显示这一部影片 这一部影片 例如说这一部影片 它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设定 设定里面它就有一个品质 我现在跟你们讨论解析度 就是在讨论这个品质 那这个品质呢 它有1080 HD 然后720 SHD 480 360 240 这就是比较 当我们在放到全萤幕的时候 你会看到网格 这是不好的一个解析度设定 就是较低的解析度 所以建议各位至少是设成720dpi 然后设成720dpi 开放放到全萤幕来去观看的时候 它都会呈现一个就是低 影格 影格还算蛮流畅的 不过流畅是跟网路品质有关 然后不会出现一个一个的网格 这个网格就是因为解析度的关系 所以呢 建议各位我们在输出的是 输出1280×720 是指后面这720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回来刚刚 刚刚这里来去看一下 呃 我们上传的解析度建议是 至少720以上 然后1080 是已经到了极限 很少很少人会把它设定为1440dpi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 它所 它所 播放影格的流畅度 会受到大幅度的影响 因为网路 频宽够宽 你同时一秒能够 呃 放映出去的 那个影格数是有很直接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地方 建议我们还是使用720这个dpi 记住这720所指的是1280×720 是指它的高度 而不是它的宽度 好 所以 呃 建议我们一定要输出 输出的品质是这个1280×720 这个720所指的是后面这个数值 我也希望你们日后 你们先规范 就是说先 呃 请资讯士稍微知道一下这个规范 对你们会有很直接的帮助 对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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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